我们就用一点凤尾鱼做一个龙牙凤尾鱼 用一份凤尾鱼罐头配一点豆芽 你需要配一把这是什么 韭菜 然后这是小料头了 葱姜辣椒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搭配 其实它是一种荤素很好的搭配 但是呢 因为就是因为有个罐头的关系 所以说你的调味就省很多事 但是味会出来很足 因为罐头这种半成品 它相对来讲 已经在之前的时候调过很多的香料 包括它的煮的时候会加一些它自己的调味品 所以说好了韭菜切好了 然后小干椒 对我们先把配料准备好 那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豆芽呢 就可以放到锅里去煮熟了 哎呀煮它 煮熟 这道菜是汤水菜吗 不不不炒的 就和炒菜一样 那我们只取这个里面的芽 这个汤你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 一种鲜味剂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做菜的时候呢 取到一个非常鲜的一个味道 就是素高汤了 是的 煮豆芽的汤味道十分鲜美 也被称为素高汤 再加煮豆芽的汤可千万不要丢掉 等一会儿大厨还会用它 为您做一道我们常见的市井小吃呢 好了 那刚才呢我们的豆芽 以及其他的一些主料和配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正式做这道菜 龙牙凤尾鱼 龙牙凤尾鱼 对 听起来感觉还有一点点中国风的色调 而且这种搭配也很好 像这个鱼当中是含有这种动物性的蛋白 而这个黄豆大家都知道是植物蛋白含的特别高 所以它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 一个是植物蛋白 一个是动物蛋白 所以现在要补蛋白质的话 要么吃鱼 然后或者是要么吃肉 然后呢 那如果要是在植物中获取就是大豆是很好的方法 豆制品就有这样的蛋白质了 要去扁我们的凤尾鱼 对 这个葱姜下去以后呢 这个再放这个干辣椒 不要让干辣椒炸椒了 干辣椒一变黄 马上就下去这个凤尾鱼 这会儿就炒它 让它这个出这个凤 我们有罐头的味道让它出来 有油的时候它才往外出 我们会看到就是一炒它的时候 那个鱼的表面也滋滋啦啦 这个鱼本来就是经过油炸的 它会也会出来一些油的 其实凤尾鱼是不是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煮好的这个豆芽呢 控控水给它放进来 我们说这个自己发的芽菜 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自然的一种选择 因此呢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多吃一点豆芽 因为这个豆芽在发的这个生发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产生很多的天门冬胺酸 大家都知道现在容易产生疲劳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体内乳酸的一个堆积 而这个天门冬胺酸呢就很好的可以去住人体的乳酸 可以缓解人体的疲劳 你像现在人压力那么大 可以多吃点豆芽 这不说很多办公室的白领 中午带餐的话最好就是带着豆芽菜 它能够把上网的疲劳消解掉 对 并且女性选的这个很好 因为这个豆芽菜呢 它是一个热量很低的一种蔬菜 你像它虽然含有这个蛋白质啊 淀粉啊 但是它经过这个发芽的过程呢 绝大部分转化成人体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和氨基酸 所以一方面呢 它的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另外呢 又可以补充这个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葡萄糖和氨基酸 又不必担心发胖的问题 所以女性选择这个也是不错的 我怎么觉得这个豆芽怎么说它它都好 所以说 以前的时候我听过一个朋友描述 她这位生活中的幸福的画面 就是她等着老公回来嘛 然后厨房里面包着汤 这边绣着十字绣 或者打着猫衣 卫生间里面徐鸡在转 然后一只小狗在客厅里来回走动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在那个暖气下面 放一个豆芽 这时候够有那个和谐的画面感 越是这种加强的菜呢 实际上是对人体的这种保健补义作用 是越强的 没错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发豆芽的普及教材 来吧 我们这边这是最后一个步骤 这是干嘛 那我们这个豆芽炒好 炒夏天剥去以后呢 我们绿尾给它烧一烧 加点这个盐和糖 一点蚝油 一点酱油 这个颜色呢不要太重啊 颜色太酸了不好 达主我发现你今天烧的时间 比普通的素菜要久了吗 一点点 对 因为这个豆芽呢 其实我们可以快炒的啊 为了它这个黄豆啊 它不容易入味的 稍微煮一煮它才好入味 然后呢 慢慢慢慢烧的话 那个鱼汁啊 它会出来一些 然后呢 还还需要再给它稍微打一点这个水淀粉下去 这个水淀粉也可以让这个味道包在这个黄豆颗粒的表面 这样会更有味道 然后今天你出锅之前有用那个韭菜来增鲜 一定要有韭菜 很好的是不是 所以可以盖一下那个鱼罐子那种腥味 我觉得怎么看这道菜